第一台开工顺利 捷运万大县第一期 CQ850区段标工程 在永和仁爱公园 举行动土祈福典礼 这个区段标工程范围 从永和区保生路右转 沿中山路及连城路 直到连城路紧平路口 车站位在永平国小前 预计工程民国109年完工 我真的非常高兴来参加 这个祈福典礼 我想在任何一个工程的话 为了我们祈求施工之后 能够工程平安 在这个地方施工河地 也能够合进可以平安 所以有一个 动土祈福的一个典礼 一拜 捷运万大县横跨双北两市 此路段完工后 可以减少民众来往万华 中永和土城的交通时间及成本 也可以方便大台北地区的民众 搭乘及转乘 这条线它的经济效益非常的高 因为周边的乡亲户劳 他们住得密密麻麻的 那也期待说希望能够透过这条万大县 让周边的交通能够更顺畅 开工以后进攻就是大家的期待 这样是最完美的 我们一定要请柯P 不要误会 一个工程的线 它是分为民意占体一票 这个是要专业的人才知道 所以我们要请柯P 特别尊重工程上的专业 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批评每一段标案都开工没有必要 捷運局强调 动土是传统祈福仪式 也让附近的居民都了解 工程即将开始 希望外界不要多加联想 数位天空新闻永和报导 拯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